汪可汉 安妮莎还是逼得比较紧啊 而且距离控制的不错啊 知道汪可汉反击的时候 会往后撤重新找一个距离 我估计汪可汉会找他整个打组合的时候 这个漏洞啊 又是一个前手摆拳 哦 安妮莎抗击打也是非常不错 也有还击啊 也不错 哦 你看 连续的 汪可汉要找好自己的距离 而且在往后退啊 安妮莎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 又打出几个拳法组合啊 对 很清晰的命中汪可汉 但汪可汉是重 对方是打得多 对 哦 后手的摆拳 对 汪可汉的发力确实是比一般的 同级别的女拳手重很多 对 哦 又是一个一级前手 哦 哦 看看能不能还是用出那种 连续的前手平勾拳 心里肯定在想这么多的重拳 他怎么就没反应呢 对 因为他其实都有护重啊 对 哦 转身拳 汪可汉这个拳确实是很重 嗯 对 第三局还有最后的一分钟 但是对方这个脚下的移动 以及现在还是连续的输出能力 嗯 你看 距离 距离 哦 这种腿法有时候啊 还会影响王可汉这个拳往前打 嗯 对 好 二十秒 哦 后手中拳 好 中拳 确实是以汪可汉现在这个拳法的力量 一般的女子的选手很难 呃 相对抗啊 对 哦 今天这个汪可汉那个比赛 哦 你看 哦 这后手中拳 哦 这后手中拳 And the winner by 比赛结果 蓝方胜 by the blue corner 蓝方胜 by the blue corner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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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